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是袁中龄 那今天大盘跌了106点 但是如果大家有持续在观看我们的节目 然后如果有接受我们的建议的话 应该不会感觉到这么严重 因为我们今天的股票都表现得很好 我们等一下再讲 好 那节目一开始就麻烦大家动动手 动动手订阅袁老师个人频道 我们在影片下方有那个连结 大家直接点进去就可以订阅我的频道 因为你一定要订阅 你应该一定要订阅 因为里面有很多宝贵的资讯 及时的那一些潜力股 这个如果你不是做指数的话 那你一定会很希望得到一些潜力股 那我们每天几乎都有不同的潜力股 推荐给大家 大家一定要订阅影片下方的连结 好 那今天的大盘 因为昨天美国飞尘半导体跌了将近2% 然后所以今天大盘 而且那个AI概念股的这个精神指标 那挥达 昨天虽然公布了很漂亮的业绩 但是他透露一个说中国的这个订单 可能会对他们未来可能会减少20到25%这么多 就是美国尽力如果再继续持续严格的执行的话 会有这种影响 所以回答是跌的 所以对今天AI概念股也是就影响蛮大的 今天一开盘就跌破这两个支撑 一直在17330左右底下持续在这边混 一直到最后收盘的时候是17310点 跌了106点 跌了106点 好 那我们看这个右上角这个 最主要还有一个很重要原因 是汇率 今天的汇率跟前几天不一样 前几天台币的汇率都是升值 今天开盘的时候稍微升 结果就持续的贬值 所以这个大盘也承受蛮大的压力 那今天内股行情 AI概念股我们看 AI概念股是最绿的 跌了2%多 那AI概念股的这个成交比重20% 半导体今天表现比较好是35% 其他类股涨跌互跌 那影响最重的是AI概念股 好 那我们来看美元指数 美元指数跌破了这个颈线以后 然后昨天稍微反弹 所以稍微小小的反弹 那希望不要再继续 美元指数不要再继续往上弹 这样对全世界的股市都会比较有利的 美元对新台币 这个我们看这一波 这波跌破颈线以后 就美元持续的走弱 那所以台币相对的就升值 台币升值 我们如果配合来看去年11月这一段 去年11月一直到今年的年初 台币都是持续升值的 那如果说我们的新台币 也可以像去年这样子 这个持续升值 整理一下又继续升值的话 那对这个大盘来讲的话 会更健康 大盘会持续的往上攻坚 那台积电 这个昨天创高以后 创短期新高以后 今天拉回 拉回不是坏事 整理一下 整理一下 仍然是可以朝我们既定的目标 就是594600这个地方来前进 因为这个 它的头肩底已经形成了 突破紧线非常强的趋势 那非常有希望来到这个600元左右 那大盘突破了这个紧线 突破下降趋势线 这个是多头拇指十字 非常强的多头拇指十字 一路往上攻 昨天来到了这个今年的售盘的新高 那今天就是来到这个犹豫不定的 这个十字线这边 这个产生一个小小的这个十字线 这个十字线就等于说暗示说 这边卖压会比较沉重 那压力会比较沉重 那尤其最近这波是外资主导 外资主导的话 如果外资才 如果根据这个台币 在贬值在做空的话 那这个压力 回挡的压力就会比较多 那这个我们这个颈线 突破这个 日线的突破这个颈线 突破以后 这是根据这个 我们这个指数呢 前一波跌破了前一波的这个低点以后 形成了一个二臂法则 二臂法则 二臂法则 你如果不懂的话呢 你要来上老师的课 老师目前有开一个课 那就是跟大家讲一些最重要的观念 操作的最重要观念 那可以来电话 来跟着那个老师一起操作 好也或者是你如果不想来操作 你一定要来上课 一定要来上课 好 那这个目前是这个二臂法则 适用这个是适用 那突破持续在走高 那就是目前这边会稍微压力大一点 整理 那周线来看的话呢 这个是15周的这个支撑区 还有年线的支撑区 季线翻扬 季线扣低指数翻扬 这边呢都对多头有利 那我们说这个这个日线的指数呢 是形成了一个下降期刑 那下降期刑的满足点呢 会来到18000点之上 那如果说这一波整理完了以后 仍然可能有希望再往上攻 但是因为一下子就涨1000多点嘛 所以势必整理的话 是对大凡来讲是比较健康的 好那高价股今天大概是一半一半 一半一半的这个涨跌互件 然后这个联发科呢 也率领着这个所有的IC设计的这个概念股呢 持续在往上攻 因为他这个联发科创了最近的短期的新高 那IC设计股今天有红彤彤的一片 尤其是低价的IC设计股 那我们之前推荐的很多的这个IC设计股 今天都表现得非常强势 那AI概念股就是 因为受到挥打的影响嘛 那所以普遍来的不理想 那只有一个金星科式表现特别僵硬 等一下我们会讲 那AI伺服器三雄 目前来看的话 就是说它虽然扣的股价有比较低的 但是这个股价仍然是相对目前来讲 仍然是高股价 所以它季线仍然会持续在走低 所以伪创110以上的压力比较大 技嘉290以上压力大 广达220以上的压力大 那这些AI伺服器三雄呢 就是因为这个短期的这个 目前还可能要持续在整理 大概可能接近一个月左右 才有希望做比较像样的反弹 好那我们之前推荐的新挂牌股呢 富士达 那昨天因为收了这根叫做单黑压的这个反转形态 所以我们讲说它会短线会陷入整理 那整理一段时间 富士达要整理一段时间 那爱马仕呢 昨天上一线比较长 所以也是一样 它可能短线也是要整理 那三大法人部分呢 那外资今天卖了74亿 它的期货空单变成了6000多口 所以等于是它净把这个空单呢 空了8000口 那因为昨天有2000多口 空了8000口的空单 那所以说现在呢 它变成现货跟期货两方面都做空 所以我们因为 我们说知道外资的它的操作呢 通常都会根据新台币的汇率 汇率跌他们就会做空 汇率涨他们通常就做多 那融資预业的部分 昨天增加了2亿 那我们昨天有讲 就是说融資预业增加的速度 没有大盘上涨的速度那么快 可见现在的很多散户的 都没有跟上脚步 这一波都没有跟上脚步 脚白卷了 所以这是很可惜的 那希望这个如果说这个有观众朋友 不知道怎么操作的话 打电话来跟着老师 跟着老师一起来操作 那总统大选呢 这个通常在前一季 两个月到三个月呢 最近表现的都不错 就涨20%的也涨30%的 就是前三个月 那最近呢 因为受到蓝白和这个议题 那今天这个轮飞选举概念股 轮飞盘中有串高 串高但是呢 后来又听到说 大概这个蓝白和又破灭了 结果又往下刹 留下一根上线 所以这个股价最敏感的 那到底蓝白合不合 这个可能明天 今天明天就会确定 那这个选举概念股呢 就会走自己的路 那这个我们说这个短线的强失股 这个软软费这些股票呢 着重的就是在题材的发效 在炒作题材 那现在到现在到这个明年三月之间 这段期间就是不用公布这个季报 要到3月31号才要公布年报 所以这段期间是财报的空窗息 是最好炒作的 好那我们之前推荐的 安国 安国那时候大家还记得吗 我们那时候说安国 它是最低价的细致财的公司 因为它入主了新核半导体 取得它55%的股权 55%的股权 所以它的股价从44.75一入 一入它曾经中间有一段被关禁闭 被关起来 结果关出来以后更大为 今天又拉了创新高 拉上涨停板 所以这个集团作战 我们那时候大家看到这个标题 我们那时候的标题就是说 这个集团作战股轮到它 安国安格跟迅捷 最近表现的都很强势 那敦泰是我们在11月14号推荐的 到目前为止 持续涨已经涨了三十几块 涨了三十几块 那天天涨天天涨 这个敦泰表现的非常亮眼 那我们我们有讲 说这个它是三大集团 都在他们的董事 包括红旗集团 那这个创意就是台积电集团 还有这个鸿海集团 都是他们董事会的成员 所以这个他们这个敦泰 因为消费性电子的这个持续 脾气泰 所以表现会越来越好 那金利科更强了 金利科我们在11月3号的时候 131推荐 几乎现在为止 几乎快涨到一倍了 所以金利科它虽然基本面 还没有完全转好 就是没有赚钱 甚至不赚钱 但是它炒作的 它炒作这个转亏为盈 你光是转亏为盈这个议题 就可以让它这个大幅的上涨 这个就是这个 通常转亏为盈就有这种这个功能 那杨智也是表现的不错 持续在今天的持续在创新高 那玻璃 大家如果说不敢买那些标股的话 玻璃这种缓缓的 就是说之前我们在推荐的时候 它没什么动 一直到过后 才开始发动 那今天又涨了8块 今天又涨了6%多 所以这个等待是值得 10月3号到一个多月 涨了40多块 涨了48块 这样几乎也是快涨了 这个45%以上 好 那顶级这个也表现不错 那具有科技是我们在20号推荐给大家的嘛 那今天拉出一根涨停板 那它是一个IP股 就是细致财的股票 那细致财股票算起来除了这个安股以外呢 它算是价位最低的细致财的股票 那这只股票刚发动 它是脸书叫META 脸书META它要采用 它要自行研发第二代的AI晶片 采用金星科的RISC RISC5 这个RISC RISC5的架构 好 那这个所以金星科 这个 它是之前标股 那仍然是可以持续在注意 你如果还没上车 它如果有拉回到无日线的时候 可以注意 那金像光今天突破 那这百线非常不错 它是感测晶片 突破这个三小型整理平台 那还是有高价可以期待 威风电子 它突破了这个中期的下降趋势线 今天拉出 就拉出一根藏红突破了 那这个USB相关的控制军电 它是威胜集团的这个成员 那通家 它突破了这个整理平台 拉出一根藏红 这个 这个这支股票 仍然可以持续注意 亚信 它是联发客集团的 突破三角形整理 今天拉出一根藏红 以太网络 ICIO这个界面的设计 IC设计 那这个今天藏红拉出来非常漂亮 量也放大 这支股票可以持续注意 好 那我们的这个选择的这个股票呢 是从基本面选择好的股票 不管它是成长或者是转亏为盈 这个就是一个好的理财 然后技术面的挑对时 选择好股挑对时 那就可以获得比较高的利润 我知道有很多的有很多的观众朋友 你们就通常看到这个股票涨的时候 不敢去追 那跌的时候又舍不得卖 所以就会绑手绑脚的 但如果你有这种情形 你不敢不知道怎么操作 不敢操作的话 你需要打电话来跟着老师一起做 至少至少你一定要来上老师的课 打电话来跟着老师一起做 好 那我们如果说那个你可以加入我们的LINEX的话 你也可以接到接收到一些信息 比较好的讯息 那以上就是今天要你鼓掌的节目 那我们明天见 拜拜 本公司以网着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 其余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空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选深评估并自付投资风险 烦死 每次下班前来叫我做这个做那个 每天忙都没时间吃饭 还要一直处理同事的烂盘 难道公司要给我两份薪水吗 所以你需要的是 严选最专业的分析阵容 从总体经济 股票分析之根本 在德实地则房产业 必在收看频道给您最全面的看法 加入理财收看 让你赚集第二份薪水